玩文字游戏有意思吗某些人 只要你们蹦出来辟谣断网 就能连断电 新闻管制 以及美国政府开枪打死平民 都给一并的辟谣了吗 哈喽大家好我是长脸 这期咱们简单聊一聊白宫的事 首先我就要说 这是一个真的很好笑的事情 国内一大帮子不知道什么品种的人 刷64坦克镇压的时候 跟打了鸡血似的 遇到美国血腥镇压 就疯狂的在那洗白 来长脸今天就看你们怎么洗 首先是推特上热搜第一的 DC Blackout 很多人理解为华盛顿特区断网 但是关于断网 现在已经无从考证了 其次是关于美国白宫 这次示威里 警察拿的是消音枪 我在YouTube社区上也发了截图 我们先来看 这个DC Blackout这个话题 有人说是断网 然后被辟谣了 Blackout翻译上中文有 断电停电新闻封锁 还有灯火管制等等等等 不单单只断网 因为这样一来 整个话题的意思就不一样了 所以在我说的这几层意思下 DC Blackout是谣言吗 还扯出什么网络流量监测 搞得那么复杂 欺负普通广大网友 大部分都不是技术流市吗 我们完全就可以用一个非常简单的方式 来看这次的事情 分辨谣言的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就是 追踪新闻事件的时间线 这个事件让我捋得最辛苦的一个地方 也是因为时间线被人为的打乱了 所以长脸在这捋的时间线 如果有遗漏和偏差 老铁们可以在评论区里补充和指证 因为白宫附近抗议升级 5月30日美国至少有6辆 载着军队的军车进入白宫 然后昨天也就是华盛顿时间 2020年6月1日 华盛顿特区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推特玩得比较溜的老铁们 可以自己去查一查 5月31日到6月2日之间 推特上关于美国白宫抗议的新闻 有带着直播或现场照片视频的新闻 老铁们自己去查 时间上是否连续 有没有出现大段空白的时间线 事后想随便怎么发帖PR都行 而新闻事发的报道时间总是后来改不了的吧 一个有人连续追踪的事件 如果出现大段的时间空白 你怎么给我网上补 长连写现在拍摄视频的这个稿子的时间是 北京时间2020年6月2日12点57分 中午 东京时间2020年6月2日13点57分 华盛顿时间2020年6月2日凌晨0点57分 我在这个时间点搜索所有关于白宫的新闻 时间最新的新闻都是停留在6月1日的夜间 也就是华盛顿断网断电这个说法出现的前后 在过去十几个小时里 关于白宫的新闻就这么消失了 而今天6月2号白宫附近抗议的人也随之消失了 然后一直躲在白宫底下的川建国 今天也出现在白宫附近 这就演出了第三点 我在社区发的那个消音枪视频的截图 这个截图来自我在微博转发的一个视频 这是我最后看到关于白宫附近抗议的视频了 很多老铁不知道这个视频意味着什么 都以为只是拍到了消音枪的照片 并不是这样的 大家看这张照片 外网网友发的事发前的照片 照片显示武装力量进场 发照片的这个号我点进去看过了 不太像王军 然后才是我转发的那个视频里拍到了 带消音器的枪声 以及出现弹痕划过的火花 很明显在视频里 美国政府武装开枪了 是向平民开枪 视频里还有抗议群众当场倒下的画面 军迷老铁们可以去听听那是不是带消音器的枪声 长脸听着那应该是带消音器的自动步枪 所以这个视频没有人出来辟谣吗 如果是假的 如果时间不对 如果你想辟谣 麻烦你去找原始视频 长脸当然也找过 但是我没找到 同时在那段视频里 白宫是黑乎乎的 只有火光 以及像应急灯的那种光源 这一部分的视频 在我微博里有 北京事件6月2日凌晨 0点49分转发的那条 老铁们可以去看看 我就不发在YouTube里了 要是我在这发了整个视频 估计我这个号都没了 这个视频长脸能追溯到的时间 应该是发生在6月1日凌晨的 而在我转发的这个视频之后的 一切新闻相关视频都没有 出现了大约6个小时的 关于白宫附近抗议人群的新闻空白 这张就是出现新闻空白之前 白宫现场的状况 所以你跟我说 白宫没有端电 而在这之后 美国的网络上就出现了新闻空白 在那个时间点里 没有一个白宫附近的消息 再之后 白宫附近抗议的人群就消失了 那么6月1日当天 那些抗议者们都去哪了呢 为什么一个人都没有了呢 推特上也没有他们的消息 美国人推特最近的热搜市 华盛顿特区的抗议者们究竟在哪里 有民众截评显示 6月1日华盛顿地区 Snap的活跃度在凌晨1点到6点 突然降低 而且没有任何视频 图片文字信息发出 这是不是就是公知口中所谓的被消失 有声之年长脸终于在美国的新闻里 活生生的看见了什么叫被消失 那些辟谣说 华盛顿没有断网断电的人 我不予置评 我就想看谁来辟谣 白宫范围内的附近区域在冲突发生前后的这个状况 是美国抗议人群一夜之间和政府和解了吗 傻子都知道不可能 那么人去哪了呢 是军队将抗议者驱离了吗 那么这个驱离的新闻又在哪里 没有 事实上发生了什么事呢 就是6月1日美国新闻直播中断 中断前后的画面是 抗议人群与政府激烈的冲突 现场有枪声 然后就是新闻的时间空白 我不管你是和政府和解了 还是被镇压了 还是被驱离了 那段时间的新闻在哪里 冲突是如何结束的 没有任何的消息 同时美国6月1日当天的新闻直播 为什么突然被中断了 你白宫附近的那些抗议人群一夜之间跑哪去了 老铁们 断网是为了什么 就是为了阻碍信息的传播 其实说实话我也不太理解 这个新闻直播的中断 跟断网到底有什么区别 玩文字游戏有意思吗 某些人 只要你们蹦出来辟谣断网 就能连断电 新闻管制 以及美国政府开枪打死平民 都给一并的辟谣了吗 又有开枪 又有断新闻直播 说不是美军突杀 美国的抗议人群 你信吗 所以我长脸管你华盛顿特区 是不是断网 就这么一直在直播的新闻画面 你突然给我断了 一断就中断了好几个小时 那么华盛顿有没有断网 还重要吗 断不断网是重点吗 是谁想模糊焦点 白宫附近当时发生了什么 What happened 才是重点 我就问谁敢出来辟个谣 哪位公知美分能带着证据 给我辟个谣 不要跟我说什么 你猜 你朋友 你感觉 说那些玩意儿都他妈是放屁 你想要辟谣 只需要一个证据 把美利坚合众国 华盛顿特区 6月1日里 那段消失的事件 给我交出来 所以所有关注此次美国人 6.1民主运动的老铁们 美国政府封锁新闻 推特删帖 我们应该帮助那些 死在美军枪口之下 那些抗议人群 完整的记录下 这些证据 一条都不要放过 好了 今天聊这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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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